好 十一点零六分 最新的现场同步来聚焦了 南投中兴新村荷花盛开 吸引了好多好多摄影者爱好来抢拍 地点其实就在中兴新村 陆省府路旁的这个野林大道 目前呢 这丹五大旗 廉价目前现场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立刻连线叶怡云告诉大家 叶怡请说 那么其实呢 从中兴新村的两旁 这个野林大道两旁都可以看到 重满的荷花 那么现在呢 其实五六月 刚好是荷花盛开的时候 但是呢 因为前阵子大雨的关系 因此呢 这个荷花并没有完全盛开 只开了两三尘而已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呢 游客人手当一台相机 要来抢拍这个荷花 甚至呢 一早还有画家呢 是带着他的画呢 来到这里也要画下荷花的美 这个时间来画 就像女生一样啊 盛青春盛开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给人 一种明朗 一种大方 很舒服啊 很清爽 因为现在本身都喜欢摄影 然后每年都会来这边拍 那么其实呢 这里呢 大大小小的荷花池 总共有29池 那么占定了0.5公顷 虽然说呢 连续大雨的关系 现在荷花并没有完全盛开 只是开了两三尘而已 但是呢 有的含苞带放 更显得莲花出于你而不懒 那么游客也说呢 其实呢 他们呢 会希望拍摄的时间呢 就是希望在清晨的时候呢 抢下这个围观的时候 来拍下荷花 有时候还甚至还可以拍到荷叶上的露珠 甚至还有这个红蜻蜓 那么其实呢 连续大雨的关系 虽然说觉得今天的天气呢 非常的热 但是呢 看到这些荷花 真的是属意全效了 林大师是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换给彭的主播 好 谢谢影音连线报道 稍后完整追踪